直观里面说的好 让我们从方方面面去观察 看出什么 看出无骨 下面局点 愿人论 愿人论 我们的那个简单介绍 是华盐宗 第五代的祖师 宗密大师 清凉大师的学生 他做的 那不是很长 他只有一句 内容是穷考人去之 在里面探讨一个问题 人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有人 就这一个题目 做成了一本书 这是属于科学 佛经里面真的 有最高的科学 有最高的哲学 你看 这个里头写的 我们能理解 我们能理解 是精神 那应养力固 无时节来 深深事实 啊 应养力固 现在我们对于这句话 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无论是色神 无论是思虑 念头 全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的现象 是念念生灭 这个念念生灭 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秒钟 有一千六百兆次的生灭 这样为戏 这念是什么意思 念是念头 一个念头 多长的时间 我们无法想象 一秒钟呢 醒了 一秒钟看着很意思 一秒钟有 一千六百兆个 念头 念念了 生了 前念生 前念灭了 后念生 念念不停地生灭 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 前念不是后念 它不是相续相 是什么相呢 相似相续相 相续相 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 没有改变 这叫相续 它前一念跟后一念不一样 相似 不完全一样 所以 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 这样相续无穷 就像我们 在电影 盈光幕上所看到的现象 相续无穷 盈光幕上放个电影 大概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相续 那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 是相续无穷 永远没有宗旨 无世界以来到今天 往后还得相续下去 什么时候能解脱呢 什么时候你觉悟就解脱 你没有觉悟 就永远相续无穷 觉悟是怎么样 觉悟这个念头就终止了 不再相续 那叫定 那叫大定 那不相续 六道就不见了 六道里对相续相断 什么人断了 正在阿罗汉国的人断了 断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是六道的音 那由见思烦恼 这个相续就是六道轮回 见思烦恼断静的 六道轮回不见的 没有了 没有什么境界线签的 还是相续 相续无穷 四身发戒 不是真的 六道是假的 四身发戒也不是真的 必须 必须 再放下 沉沙烦恼 再放下 无名烦恼 四身发戒 没有了 四身发戒 未经许 一种 一种 一种